大家好,我是造飞机的马卡耶夫 新冠肺炎席卷全球以来 全世界的航空运输业几乎可以说遭受了灭顶之灾 跟这次比起来 20年前的911恐怖袭击对航空运的影响 那算个屁呀 国内航班年少,国际航班停飞 你看这沙漠里停的飞机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飞机坟场呢 说到飞机坟场,给大家推荐个地儿 挺有意思 美国亚利桑那州有一个飞机坟场 名字叫航空维护与重建中心 用谷歌地球可以去逛逛 好,现在我们进入了谷歌地球 这玩意儿做的是真的精细 在家没事做着出去旅旅游 又省钱又安全 现在咱们搜航空维护与重建中心 当然你要搜英文 搜中文可能搜不到 现在它自动自动跳转到了这个空军基地 好 大家看到了没 这一排排的飞机 不能说一排排 这一片片的飞机 一片片的飞机 你不要以为只有这么多 我给你缩小要有多少 缩小缩小 现在有这一片 这一片 你不要以为只有这么多 来,过一条路 这一小片 还有这一大片 具体有多少 我没数过 有没有哪个狼命 来数一下 来数一下具体有多少架 这些飞机有完整的 你像这些机身结构还都是完整的 当然这个尾巴断了 像那些有大型的运输机 轰炸机 侦察机 还有 战斗机 这些 还有战斗机 以及这些被去掉 螺旋桨的直升机 一排排的在这摆着 当然还有一些 已经解体的飞机 毕竟是飞机坟场嘛 连个那个雨棚都不搭 风吹直晒的 时间长了肯定就解体了 太多太多了 很震撼 特别震撼 从上空看 就是一些小白点点 但是放大之后特别震撼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你看完之后不得不感叹 这老美真他娘的太土豪了 但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些 可都是正值壮年的飞机啊 放以前 每天不飞个八个十个小时 浑身难受 现在就只能在这养老了 一动不动 可都是钱啊 简直心疼 好多航空公司 赔的裤衩子都没了 有破产的 有裁员的 连土豪的阿联酋航空 都扛不住了 相比而言 国内的航空公司 还好一些 毕竟国土大人口多 靠国内市场续命 还是可以的 同时也搞了好多促销活动 像东航的周末随心飞 海航的海南随心飞 春秋的想飞就飞 实在是开眼了 长这么大 谁见过这场面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封里看出字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 救我 但是啊 虽然坐飞机的乘客少了 但是货物多了呀 比如口罩呼吸机 货机不够用 于是好多航空公司 把客机用来拉货 划算肯定是不划算 但是总比一动不动要好吧 一动不动 是什么来着 而且啊 中央财政也在支持民航客改货 另外还有个消息 关于我们国家 第一款国产喷气支线科技 ARG21 可能大家看到的消息 是它成功路边三大航 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啊 之前这架飞机主要在成都航空 成都航空是川航和上飞合资成立的公司 基本上就等于上飞自己造自己飞 但是交付三大航就不一样了 相当有意义 除此之外还要个消息 大部分人肯定不知道 我看到之后也是一脸懵逼 看到公众号推送 说ARG21载货从成都飞往深圳 完成了货机首飞 我心想这玩意货运行怎么突然就出来了 其实仔细一看是客改货 这消息商费官网都没报 相当低调 其实也没啥好报的 毕竟也是迫不得已才改的呀 那么客机改货机 统共分几步呢 如果只是小改 很简单啊 座位上别做人 放香的就行了 这种场面我们最近可能经常见到 但是这种方式装不了多少东西 而且装货卸货都不方便 只是一种应急措施 但是总比趴窝不动要好啊 当然还有一种复杂的 也就是这架飞机 我压根就没想再拉人 这种改动就比较大 改完之后 它就是正儿八经的货机 把货物卸下来 你一看就知道 这玩意儿它不是拉人的 这一点跟刚才那种 把箱子放作业上的不一样 那种其实都不能叫客改货 寒冬过去了 他们还会去重新拉人 无缝切换 具体怎么改呢 首先你看看 货机都长什么样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六发巨兽 安R5 前段时间还来中国拉口罩 你看它这个舱门打开方式 机头抬起来 张个大嘴往里吞 效率就高多了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 波音7478的货运型 也就是8F 它这装货的方式 也是张个大嘴往里吞 另外还有一个 长得比较萌的货机 空客的大白鲸 哎呀 隔壁小孩看到之后都馋哭了 但是它装货的样子 一点都不猛 一张嘴 隔壁小孩都吓哭了 中国的运20 军用运输机 其实也算是货级 国之重企 很荣幸 我还曾经上去过 运20的这个舱门 是从后面开的 相同的还有1276 也是从后面 美国的军用运输机 C5 是前后都能开 可见后开门 对军用运输机来说 很有必要 其中原因 你自己猜一下 弹幕走一波 知道客机和货机的主要区别 怎么改就好理解了 客机那种小舱门 装货卸货实在不方便 所以需要开个大门 一般都是从中间开 另外再把椅子 厕所 厨房什么的 都给拆了 再改一下空调 防火和通风的这些设备 注意改的时候 不能把飞机的安全结构 给破坏了 其实这种客改货 不像前面 因此 感谢观看 您很长 semana 可真 感谢观看 我们需要 感谢观看